賣檔口?什麼賣檔口? 那就多得你, 駒馬爺 為什麼你明明說和利, 又不來 你說人定勝天 我就賣檔借, 孤主一宅, 買你和利 打算可以拌一筆, 做些告老歸田 現在…現在輸得只剩幾文錢 是我累了你, 你差人多少 你跟我說, 我借給你 不必了, 我自己可以解決 你還是留點銀子來買京豐散 看樣子, 你還是自身難保 好啊,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 自從你和利大熱島做之後 我替你預訂了一支掛 掛像是七七四十九, 沒鞋玩劇酒 以我的推算, 以後的日子也很難過 七七四十九? 沒鞋玩劇酒? 凡是七字, 都是大空之著 又有, 別這麼邪門 我的話就是這麼多 多樂兄, 你多多保重 不用這麼上心 他真的準確的話, 早就發財了, 是不是? 阻礙你了嗎?趕著去投胎嗎? 你怎麼知道的? 我叔叔今天投七 我趕著幫他打帶超道 等他早天投胎 你先來的七七四十九 然後一個趕投七 真是一二三四五六, 拆過他 不怕, 雖然我七七四十九是大空之象 但也可以說是大吉之象 正所謂皮極太來襪極必犯 有生機 明明死了人, 怎麼會有生機? 不, 一字機之藥, 七… 七? 七出之條 公主這麼兇猛, 每天都犯七出? 沒錯, 不用多了 只要抓到他犯一兩條 我就馬上休了他 想不到我們兄弟出門預言機 足證我這麼多鹿 命不該死, 不再悲 是嗎? 正所謂, 兩兒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而我這麼多鹿 就是以七字, 誤七出 只要超容這個雕虎, 精忠其欣 他就必定有損失 無恥、淫逸, 不是叩孤口蝕 盜蝕、盜忌惡、惡賊 是否是令馬千夫人 聞風喪膽的七出之條? 多鹿, 你就想以七出之條 而丟了公主嗎? 公主由於大獨創 不斷蠶食我們金家 令我們陷龍潰難, 生不如死 與其坐以待斃, 不如主動出擊 我們金家也上我一線生機 反正公主對多鹿也毫無夫妻情分 即使他已動魂, 他也愛你不理 那就不如及早分離吧 讓大家明白, 我的心就歡喜了 七出之條的第一項是毛子 但規矩是入門五年 公主只嫁入來幾個月 這條不成立 如果不要毛子, 我們可以要… 鑫鑫鑫 要公主入人, 簡直是二元反掌 我知道時機穿五石傘 而放在公主的酒裡 再時機將一名已經買通的 姦夫送進公主房裡 讓公主臣志不清 然後跟我姦夫玉白相見 然後我們就… 給我, 給我 給我 好任道 為什麼會這樣? 這一招逐奸在床 任一之罪, 正確確鑿 事成之後, 我們就付錢給姦夫 讓他逃之妖妖 到時候死無對證, 誤到他不認 大堂公子又如何? 優到… 不行 不行 以女人來說, 骨折是小, 失節是低 若然你以任日之罪來優公主 他就休想再嫁了 當年我娘就是被丁財王冤枉她失節 結果含恨而終 這次我們這樣做 跟這個無良夫婦有什麼分別? 用什麼以生兒子, 沒這麼副駕 那豈不是等於伯爺供食粥嗎? 無恥, 下流吧 這些這麼陰質的事 我們今家是… 不會做 由日供不入, 我們就供… 供這裡… 那裡 惡質, 不用弄命他 脫頭髮也算是惡質 只要將無色無味的藥汁 混入他的食物裡面 公主頭髮掉了, 可以再生 這樣也不算陰質 公主又惡質, 又可以… 不行… 自古以來, 女子盤髮於頭上 越多越經貴, 越少越失禮 要娶女子頭上髮計, 等於娶其首級 二叔, 你是想丘公主 不是想要她的名字, 是不是? 這些這麼陰質的事 我們今家不做不行? 惡質又不行 那就是只剩下四條 口竊、盜竊、妒忌、不事求辜 公主經常衝過來罵我們 實犯口竊 總之一不罪而不憂 能夠進入公主幾行 我這麼多六就越快上岸 但是我們必須深存厚度 無論如何選一件對公主傷害得最少的 才來下手 盜竊 公主身分尊貴 就算我們插贓嫁禍 皇上也不會要她坐牢 最多就是軟禁宮中 罰她抄抄禁 是…抄禁而已, 就當練手字了 練字, 又練功, 到老, 很輕鬆 簡直是… 行… 但是… 但是, 要不就道歉這條 就這條 娘, 這條再不做, 我們就不能做了 我想說, 但是還有一條不事求辜 我之前說過, 一不罪而不憂 我們先做道歉, 然後再做不事求辜 然後再做口… 太姑娘… 你的心湯已經燉好了 我拿進來給你 進來呢 這個盆景早發新葉飆亂吐 好笑頭… 二夫人三少爺, 二少爺大少爺大少奶 你也在這裡嗎? 我馬上拿來心湯給你們喝 不用 不用 那我拿給二夫人和大少奶喝 也不用 我想吃燕菜糕, 我想吃…湯圓 多三碗, 一碗多糖 一碗小糖 一碗無糖 那我馬上出去煮 快… 幸好剛才沒有爐出貨債 小聲一點 看來我們這次要找人搞定死 公主關係這麼好, 我怕她會做 二五四何解? 葉子氣只有一四七三六九二五八 才可以胡 哪有二五四的? 媽媽, 你這樣也不明白 詳細解釋一下吧 其實就是這樣, 在戰國時代的時候 齊王為了幫死去的蘇秦報仇 他就特地說蘇秦是內奸 說誰殺了他, 他就會重賞黃金千兩 誰知道有四個人走出來 打算領功, 沒人分回二百五十兩 怎麼齊王一聲令下 就沒人把這四個人的二百五拖出去斬 從此之後, 人們看到出賣人 古惑那些市長之徒 就稱之為二五仔 對, 所以你就叫阿四做二五四 是嗎?我們應該找誰去引開二五四 別讓他破壞我們的計劃 好, 三弟, 難得你心明大意地答應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一於是這樣嗎? 我提議, 今場這個任務的代號 就稱之為二五四 有時收看TVB最精彩的劇集和精華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就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吧